我们来看看如何使用这个免费的线上萤幕录影 现在呢已经按下开始录影 那您可以看到在麦克风的部分 您可以选择要录制系统声音 麦克风还是两个都一起录制 另外呢在萤幕的部分 如果您有安装网路摄影机 您也可以直接选择我直接录制网路摄影机的画面 或是像我们现在直接选择录制萤幕的画面 在右手边这边您可以直接指定萤幕的大小 这里也会有一些预设的内定值您可以来做选择 完成之后呢我们就真的要开始来录影了 按下录影之后呢我们会看到 在这里它有提示我们几个快速键 首先是暂停跟恢复录制 Ctrl F7还有停止录制是Ctrl F10 那么萤幕绘制的这个工具列呢 则是Ctrl Alt加1 倒数三秒之后就会开始进入录影了 那在这个同时呢如果您有需要使用萤幕画比的话呢 打开它您在下面这里就会看到 有相当丰富的工具包括了箭头 方框 都没有问题 那么甚至你也可以直接打字出来 那么如果需要呢把这个画面清除按下这个橡皮擦就可以 这边一样有一般的笔 可以进行画质的动作 如果想要把摄影机的画面显示出来 可以按下这边找到你的摄影机 这个时候它就会自动把摄影机画面叠加在我们现在的萤幕上面 一样的如果你想暂停了 就按一下这个摄影机的图示 这样就可以 录影结束后呢 按下这个打勾 就可以开始准备把这个档案储存起来 我们可以先播放一下刚才录制的影片 看看效果好不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直接按这里储存 这里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储存选项 包括直接储存为影片档案 储存为GIF的GIF档 甚至呢我们还可以针对这段影片 做一些比较基本的影片剪辑的动作 那你也可以直接上传到下面的这几个网站上 如果我们不做任何编辑 你可以直接按保存影片档案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我们要输出的影片格式 原则上主要都是以MP4为主 那如果没有问题按下储存 这样就完成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